汐止市后地区居住人口相当密集 对外交通一直都有很大的瓶颈 现在新市后桥就要新建了 而周边的交通到底该怎么来规划串联呢 市政府方面就计划 沿着捷远的路线开辟一条30公尺的道路 在8号接近上午市政府人员就来到了公所 邀请了地主们召开第二次公庭会 8号上午在公所11楼召开了这一场 汐止区市后地区连外道路 及周边绿地新匹工程第二次的公庭会上 市府公务局是邀请了地主11元里长们来参加 首先针对工程内容做相关的说明 并且就上次地方提出的各项建言一一回答 只是本来上次说好要公布的征收地价 因为来不及作业还是没有公布 所以地主们还有地方还是很关心 会不会影响地主的权益 因为我的土地是在民国80年就买 那时候公告限制就3万多 我后来有一部分被征收做临时的水域工程 那从1万8降到征收的时候剩1万2 那现在我的土地又变成7000多到97年 变成一平方公司7000多 从3万4降到7000多 这一回要征收的这个部分 我也不知道这一次温哥以后他给我分算表 董事长其实非常重视我们 希望社后的捷运他可以在他的任内四年内一定要动工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前级的作业 都是希望能够让捷运能够这张支票可以如期的来兑现 只是希望说在这个价钱上面 因为刚刚我看到总价大概是10亿了 那这个10亿绝对不够 那站在民意代表的立场就是不够的 但是地方上有意见的大家有意见 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来解决 你试驾出来以后还要提出来讨论 可以做得到吗 报告您主任 那个协议架构阶段的时候 我会公布我们查过来的试驾 那如果各位土地所有权人对于试驾不满意 其实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些案例来给我们作为查顾的参考 在下次的会议试驾征收价格会出炉 为了疏解社后地区的交通问题 还有新的社后桥交新建 市府要开辟周边的计划道路接新社后桥 这条30米的圆道会和中心路平行转接福德三路吉林街 而这也正好是未来捷运系指名声线的路廊 而在会中地方提出各项建言 包括希望能够有机车道之外 对于施工期间可能影响交通 里长就说福德一二三路平常上下班已经很塞车 就怕施工期间大车又进进出出情况更严重 关于福德一二三路的交通不会有影响 我希望你们这几天如果有空的时候 你们早上的时候 上下班全工时段的时候 你们去福德一路福德二路福德三路看一看 现在交通已经很乱 你们说施工不会对交通不会有影响 你那很骗鬼 已经稍微有问题了 我们这间这里是否一样 让我们这边刚刚所说的 达到他们所欲起的需要 我们这边刚才说 当年你们大家有时候要结婚地方 事事长在地方上里长有一个专案 你们的队澳穿过 我会让这边有什么问题想要 直接就可以跟你们大家来交通一下 当然我们的签议 不要损失之外 要求征收要以公平公正为原则 重视地方的意见 而这条道路也预计在今年六月 就要动工 和新的社后桥一样 在103年要完成 藉由陈慧玲系纸采访报导 这条道路也预计在这里